時底王浩信和姚志玲主演的母線劇《狀王之王》 在2022年11月中殺青 時價多時一直未有消息 就連王浩信都已經約滿母線都仍未有播映期 10日有消息指狀王之王將會取代台灣劇集《美食無間》 在1月29日播映 這個當期食證農曆賀歲檔 被行內人視為炮灰檔 壽視將會有一定影響 王浩信在劇中飾演宋世傑 他首次為劇集剃頭 和姚志玲有嘴氣 也有掌摑氣 甚巧演員功力 他還曾經在社交平台表示 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今次劇集《闖絕》播出 宣傳期會變得非常短之外 監製兼演員林子聰更加表示 因為他和王浩信都分別在內地工作 很難可以參與宣傳 肥仔聰亦都說 只是剛剛收到消息會播出 對於以這個形式播出 都說沒甚麼辦法 他亦把握機會為劇集宣傳 認為屬於喜劇類型的狀王之王 好適合被農曆新年時欣賞 期待有沒有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